大家好 这里是漫游中国 这是我在2017年6月18号晚上拍摄的三峡大坝 这个沐浴岛的一个场景 它在这个大坝的库区的正中间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当时的水位还比较低 大家注意一下左边这个山头 这个这个看得非常明显 这个山还非常水面上的山非常的高 然后我们现在这是当天白天下午拍的一个画面 静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非常的高 山顶还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美女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8月28号的2020年8月28号的一个画面 现在这个水上升了以后 大家看中间这个山头以前的大山头 现在就只有一个小的很小一个小山间了 其他的都已经被淹到这个水面以下了 放大了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效果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就是三峡大坝蓄水之前跟蓄水以后水位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夏季是中国传统的雨季和汛期 导致长江洪水频发 而三峡大坝下游大部分是平原和耕地 江面与城市是平行的 甚至个别地段的长江是悬浮在城市的上空 所以三峡大坝只能在长期缓慢的开闸泄洪 这就会导致酷去的水位长期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 第二点 三峡大坝正常的蓄水区间为145米至175米 这是当时的一个全景 大家可以跟现在对比一下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如果低于145米 则会导致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无法保障 比如上游航运安全最低的水位要求 以及发电所需用水 同时三峡还需要大量的水资源 在旱灾南岭时为下游城市供水 另外 三峡大坝坝顶的高度是185米 如果水位超过175米以后 库区回水则只打重庆朝天门码头 如果再上涨的话 那将导致上游沿岸的城市被淹没 所以在暴雨季节三峡大坝要持续不断的泄洪 以保证安全水位和荣余的库容 防止下一次的洪水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